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到的主題是 被電玩耽誤的五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要先回來看一下自己 因為這個我認為並不是場上的錯 也不是遊戲本身的錯誤 有很多長輩其實都會認為說 玩電動是一件不好的娛樂 甚至電動是屬於拍咪啊 我個人是覺得其實電動呢 它不是拍咪啊 反而是一個蠻好的休閒方式 而且透過這樣的休閒方式 也可以打到一點理財效果 不過理財部分我們晚一點再來講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在我的頻道啊 其實比較偏重於像電玩屬性的頻道 應該是要很快樂的來聊這些遊戲相關的東西 可是今天總共會跟大家聊到這個 被五個電玩所耽誤的事情呢 因為這件事情對我自己來說非常有感 雖然我自己從小到大呢 接觸的遊戲並不是很多 但是呢在這些遊戲的體驗當中 也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下去的 所以呢我才會想要有感而發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對於遊戲的一些看法跟心得 也希望可以藉由這支影片來提醒我自己 跟提醒正在看影片的你 如果有一樣的困擾的話 是不是要來思考一下 如何做可以讓自己更好一點 更加的理性更加的健康的 來看待玩遊戲這件事情 首先呢我列出來的五點啊 其實是以時間軸來做一個排序的 第一點我講到的是關於上學或上課 主要就是因為呢 其實我在小時候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就買了自己的第一台遊戲機 Game Boy 當然不是自己買啦 是媽媽買的好不好 買了這台遊戲機呢 我就開始會玩遊戲 接下來可能還接觸了紅白機 Sega 沙騰 PS 還有電腦遊戲喔 基本上呢我是覺得自己在上課這一塊 是有被當勿到的 不過我還是要再三強調 這個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為呢我覺得在玩遊戲的時候呢 在當下我是很想要更加比較的 所以呢我會花了更多時間去玩遊戲 而且呢每次在玩遊戲的當下 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有更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所以呢像我在玩每一款遊戲的時候 除了花的時間多以外 我甚至已經忘記了我可能需要寫功課 或者是明天需要上課 像在國小的時候 可能我自己是比較沒有辦法 做自由的時間掌控 那個時候呢爸爸媽媽可能會管你的時間 你可能時間到了就要去休息 但是呢到了高中左右吧 開始越來越自由的階段呢 其實爸爸媽媽已經越來越不管了 那在不管的狀況之下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 太棒了太棒了 我終於有這個自由的時間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玩自己想玩的遊戲了 不用再看爸爸的臉色了 太棒了 但是呢我自己就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 我在玩遊戲的時候 為了要突破更高的等級 為了要把進度玩的更好 但是我卻耽誤到的課業上面 我可能需要做的報告 我可能需要寫的功課 甚至呢我需要念書來做的考試呢 來應付的考試 其實我都沒有把它做好 有時候還會在上課的時候呢 因為前一天晚上可能玩得太晚 甚至玩到了凌晨 所以呢造成遲到的問題出現 這是我第一個覺得 在學生時期呢 被電玩耽誤到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要再三講 這個是跟自己有很大的關係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上班會遇到的 然後這個也跟男女朋友約會會有一點關係 我覺得應該有很多人會跟我一樣的問題 上班的部分呢其實就是跟學生時期其實是差不多的 因為啊我們在上班之後 其實開始在玩的遊戲也越玩會越瘋狂一點 我是說如果真的喜歡遊戲的人啦 畢竟呢你到了上班的階段之後啊 你開始有自己的經濟能力 其實在買遊戲喔 或者是要買點數之類的 都會更加的自由方便一點 像我自己呢在出了社會之後啊 其實玩遊戲雖然說我都是玩一些電腦遊戲 可是呢其實因為你時間都是自由掌控 爸爸媽媽其實已經不太會跟你講說 什麼時間該睡覺什麼時間該工作 什麼時候該做些什麼事情 該洗澡該吃飯喔 都是由你自己去安排 也就因為這個樣子 自由度喔提高到非常高境界的一個階段了 所以呢我的狀況就會變成 可能前一天晚上我為了要把這個遊戲玩得更好一點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練當時的網路遊戲 但是練完之後呢喔非常嚴重 隔天上班呢要嘛就是遲到 要嘛就是永遠都在打那個最後一分鐘的卡 要嘛就是真的趕到了我也沒遲到 可是呢整個就是筋疲力盡的感覺 每一次上班喔真的都會有那種很想要死的狀態 為什麼會很想要死實在是太痛苦了 你整個是必須使用意志力去撐著自己 那這種東西喔我覺得是有點像會中毒的感覺 因為呢雖然在上班時候是那種 喔那種整個很受不了整個很辛苦的感覺 然後總覺得我今天回到家裡面我一定好好的躺下去馬上睡覺 但是呢通常到了家之後不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差不多在準備離下班半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會開始看著錶開始看著手機 開始想盡辦法想要了解現在的時間到什麼時候呢 等到一下班之後呢那個精神就會恢復了 好像又一尾火龍一樣有沒有 回到家電腦打開電動打開照片給他吹下去 所以呢在這樣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狀況之下 當務到自己的工作真的就是在所難免的 約會的部分呢如果說你有交過男朋友或女朋友的 那自己又是比較喜歡玩遊戲的 我覺得啦有些女生呢其實是蠻討厭男生玩遊戲的 我其實自己也知道說為什麼女生會這樣子討厭 其實有時候我們一樣會去耽誤到他們的時間 像是約會我們可能約好等一下7點樓下見 那樓下見我可能要起摩著過去 就算只有3分鐘5分鐘好了 有時候我為了玩遊戲喔 7點明明就是要跟他約在樓下見的 但是7點半我可能才出現 7點半可能有點誇張了啦 7點10分我才出現 他可能在樓下等 尤其就像最近這種天氣熱成這個樣子 整個不爽呢是一個在所難免的事情 沒有被打沒有去睡沙發沒有分手這件事情 其實就應該慶幸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玩電玩真的要有理性 有時候真的不能夠為了電玩喔 失去了另外一半這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可是我還是要在這邊講 如果說你的男朋友或你的女朋友呢是喜歡玩遊戲的 他如果說今天有辦法把自己自律的做得很好的整理跟規劃的話 其實應該去支持他這一個娛樂活動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玩電玩並不是不好 不好的是自己的自律能力出了問題 那這個就是每個人要自己做好的功課啦 其實我覺得電玩真的好好控制 他是一個蠻好理財的一種娛樂方式 其實我自己的喜歡的東西有真的蠻多的 舉凡像前面的相機或者像車子 不管是汽車重機或者是摩托車我都蠻喜歡的 或者像電玩遊戲我也很喜歡 其實有很多電腦啊3C等等的 我也都是非常喜歡的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除了這些實質要買東西的東西以外 他們有產品的喔有實質的產品的東西 你要玩到比較專精一點的話 其實都要花錢以外 還有一些東西是你拿不太到實體的 有些人會跑夜店那有些人可能喜歡唱歌 有些人可能喜歡看電影 有些人呢可能喜歡到外面戶外去交遊 旅遊那種兩天一夜三天一夜等等的 其實你去想喔所有的娛樂 你把它拉進來比價格的話 電玩何嘗不是一個便宜的消費娛樂呢 今天如果是一個懂得挑遊戲的人喔 他懂得挑一些遊戲時數比較長的 或者是一些可以重複玩的 例如說像吃雞七蛋到作戰這種遊戲喔 其實就是可以玩很久非常細水長流 或者像LOW L2L這種遊戲 其實他們都是可以玩非常非常久的遊戲 一款遊戲喔可能給你玩個一兩千個小時幾掉 都是很基本的而已 所以你買的這個遊戲回來 大家算一下 假設每天晚上我們只花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來玩 假日又花個五個小時來玩的話 兩千個小時可以玩的時數呢 真的是非常的長 那你拉開來 那款遊戲就算給你要花兩千塊的話 其實也是相對的非常的便宜 整個娛樂費用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可是我還是要強調啦 就是前面那兩件事喔 真的就是要讓我們非常懂得自律 因為理財這件事情呢 也是有好有壞的 事情就是一體兩面嘛 如果說不懂得控制的話 就像有一些客手遊的朋友 我只講我自己朋友的例子 沒有到很大條 沒有到很大條 他們大概一個月頂多客個2萬到4萬左右 雖然說沒有那種客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啦 可是我覺得喔 在客的那個狀況啊 是因為你的收入並沒有到達那麼高的那種比例之下 你去客這樣子的金額喔 除了造成你自己一個很大的壓力以外 也造成了別人的困擾 接下來第四點跟第五點呢 我們要講的是屬於比較心靈層面的地方了 第四點的話 我自己是把它歸類在價值觀的部分啦 因為我覺得在玩遊戲喔 有時候價值觀是會有點不一樣的 畢竟遊戲裡面呢 就是可以實現一件事 我們平常不敢做的事 之所以可以實現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它只是一個遊戲而已 在遊戲裡面呢 其實你可以打打殺殺的 你可以做很多原本你根本不敢做 甚至想不到沒辦法做的事情 不管你是要攻城掠地 或者是要拿武器去攻擊別人 或者是要來經營自己的一個大公司大企業喔 其實都可以在遊戲裡面辦到 它基本上就是無所不能 真的完全只要你能夠想得到 遊戲公司做得到 你就可以享受到 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其實有時候我們人在玩的時候 那個價值觀就會被潛移默化 被不小心的改變了 這個地方我覺得也是 自己需要稍微克制一下 畢竟呢遊戲還是遊戲 你今天就算在遊戲中 當一個高手中的高手的話 但是到了現實你還是一樣是自己 所以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要非常認清 到底現在是在遊戲的世界裡面 還是到了現實的世界裡面 而且我覺得這個價值觀是應該要去 很懂得分門別類 而且讓它清清楚楚的知道說 現在自己正在幹些什麼事情 有時候其實我自己 就是在玩遊戲的時候 會有一種比較扭曲的價值觀 就是我可能看到同學呢 做得這麼厲害 他們可能在玩遊戲 等級怎麼練得比較快 打寶的運氣呢 又比我們好一點 所以就會花了更多時間 想要去玩過他們 甚至有的人就會忍不住去課台幣 然後呢希望可以讓自己 達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這個狀況不管是在比較 或者是在自我的價值觀扭曲狀況之下 其實有時候就會做出一些 比較不理性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價值觀這件事情 也有可能是在遊戲的體驗當中 如果沒有管控好的話 也許也會成為一個不太好的結果 其實交友軒這一點 我自己是蠻有感覺的 因為遊戲這件事情 其實從以前開始慢慢流行到現在 現在的大家啦 雖然說並不是一定會買電腦 或者買遊戲主機喔 可是手機呢也成為一個 我們很容易接近到遊戲的一種媒介 所以很多人其實在外出的時候呢 大多時間可能吃飯滑 坐車滑 聊天的時候滑 機會不管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在滑 這件事情也會造就成交友圈的一個 扭曲跟變化 甚至有時候會誤以為 線上的朋友呢就是真正的朋友 誤以為只要交友圈縮成這個樣子呢 就可以做好自己的人際關係 那我覺得這一點的話 也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見仁見智 有的人真的不喜歡接觸交友圈的 那就真的把我這一點剔除 好不好 但是我自己呢會覺得說 其實在玩遊戲的部分啊 有時候會被耽誤到的也是交友圈這一掛 因為呢有時候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啊 也會因為非常的入迷沉迷喔 可能朋友最近來的邀約 唱歌啦要吃飯啦 或者要去哪裡玩玩啊 之類的 我們就會因為遊戲把它給推掉 當然我覺得朋友 並不是說你推個一兩次就好 就沒關係 等到我今天不玩這款遊戲 我可以趕快加入他們 有一些朋友呢其實在約 就算是很好的朋友 他們在約 約久了之後會習慣性的知道說 欸這位朋友他可能都是 為了遊戲不想參加 那可能我就會把它貼上一個標籤 玩遊戲的朋友 那可能在戶外的這一些行程當中呢 他們就會默默的把你給剃除掉 這個問題呢我覺得要再修補的話 可能就需要再花上蠻多的時間 所以我會一直認為說 其實交友圈也是蠻容易被遊戲給耽誤的一點 我覺得人生當中啊 也應該取得更多的平衡 不管是在上課求學階段 或者是在上班努力工作賺錢的時候 還有約會包括價值觀喔這些部分 我覺得都是應該要好好的把它們取得一個平衡 這樣子才有辦法讓我們人生啊 過得更加多彩多姿一點 也希望呢大家可以稍微勉勵一下 我自己也可以勉勵一下我自己 畢竟在玩遊戲的當下呢 其實那種心情跟整個情緒都是會被帶進去的 如果說今天啊沒有好好的分辨出 遊戲世界跟現實的世界 然後也沒有做好一個平衡的話 我覺得會失去的東西喔 也許是比我們在玩遊戲中獲得的 還要來得多 那今天就藉由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心得 也希望大家呢如果看完這五點之後啊 有些不一樣的體驗或自己親自的感受呢 也可以分享給我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也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Roka 我們下次見囉 掰 對 我們下次見 不 Kong 0